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书时光。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美女,你的手镯不是纯金的呀, 金店的师傅操着一口方言对我说话, 还不忘补充一句, 两个都是金包银的, 这技术也太差了, 也不知道弄仔细一点。 我惊讶极了, 这两只金手镯是老公陈伟在结婚时送我的, 他当时说这是他能拿出的最大的诚意了。 师傅,你是不是弄错了? 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, 应该是真的呀。 师傅见我不信, 立刻证明, 我用叶子就能把外面的那个金挑出来, 给你看看哪。 他拿着叶子, 果然挑开了大金镯子上的金衣。 围观的年轻店员离开露出一脸鄙夷, 带着同情的目光看向我, 没事的, 大妹子, 这些男人都信不得。 我没有心情听他们说话了, 满脑子都是刺耳的白噪音, 直到这个时候, 我还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 师傅好心地把两个镯子上的金挑下来, 成了称, 不到四颗。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出金店门的。 老公开了一家公司, 他对打理公司没有半点天赋和耐心, 之前身为财务的我就辞职帮他打理, 眼看公司资金链断裂, 账上没有多少余额, 我敏锐预感到公司即将破产了。 为了帮助他填补空缺, 我才想到了卖金子。 现在金价上涨那么多, 这么重的手镯起码能值五万吧。 出了金店, 我就接到了陈伟的电话, 对方不耐烦地说, 你回家收拾收拾, 我弟带着弟媳要过来了。 说完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, 就直接挂断电话。 我没有立刻去质问陈伟, 转身去了银行, 我要看看我们的共同存款还有多少钱。 看陈伟这个样子, 我估计我们的婚内财产也没剩下多少钱。 银行工作人员在键盘上悄悄打打, 很快就查到了, 女士, 您这张卡上还有一万块钱。 要是没有记错, 这张卡上应该还有二十万, 这是我和陈伟的共同存款。 我坐在车上发呆, 我的合法丈夫涉嫌转移婚内财产。 我们在大学相识, 两人家庭都不是很好, 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, 相识相爱整整十年, 没想到他连送我的金镯子都是假的。 这个世界到底还剩下什么是真的? 回到家, 陈伟还没有回来, 我立刻开始翻看家里的证件和存折。 在此之前, 我都非常信任陈伟, 从不过问钱款动向。 我打开手机, 之前在陈伟车里总是丢东西, 我在车上装了一个监控, 我要看看陈伟会跟自己弟弟陈浩在车上聊什么。 一打开监控, 陈浩的声音就传过来, 哥, 你给我买那么贵的房子, 嫂子知道了会不会生气。 监控里的陈伟叼着烟, 听到这话痴笑一声, 他那个猪脑子根本就不知道, 你是我弟弟,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 坐在后面的婆婆也说, 就是就是, 浩浩, 哥哥就是疼你, 哪像你嫂子, 只顾着自己, 心心以后嫁到我们家就享福了。 什么时候给我大儿子重新介绍一个对象, 现在这个太强势了, 跟他在一起总是吃亏, 不要年龄太大的, 我们家陈伟也不过才三十岁。 被换作欣欣的女孩甜甜一笑, 阿姨, 我和陈浩还想要辆车, 不要贵, 五十万左右的就够了。 陈伟一挥手, 买。 一群人很快就到了我家门口, 大门一打开, 我就毫不犹豫冲上去质问, 陈伟, 你什么意思? 为什么你给我的镯子是金包银的? 还有, 我们的婚内共同存款的哪里去了? 公司账上怎么会少了那么多钱? 陈伟觉得面上无光, 也想在外人面前树立点威严, 立刻朝我吼道, 你吼什么吼? 反了你。 说完毫不犹豫地甩了我一巴掌,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 我知道陈伟没那么优秀, 但想着对方是一个真心的人, 没想到之前的信任换来了如今的巴掌。 你那么物质干什么? 我当时才有几个钱。 不给你镯子, 你能嫁给我吗? 账上的钱给我弟买婚房了, 他要结婚了, 我做大哥的不得表示表示。 我捂着脸冷笑一声, 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,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? 陈伟一心只想在未来弟媳面前装个币, 现在根本不想在我面前掩饰自己丑恶的嘴脸。 婆婆也在一旁获悉泥, 就是啊, 林云, 你嫁过来这些年, 咱们家没有亏待你吧? 当时二十万的彩礼, 我们说给就给, 现在你弟要结婚了你, 不能不管吧? 说到这个, 我立刻来气了, 那二十万彩礼, 陈家东听西凑借来了, 我结婚之后, 他们还道得绑架我让我还回去。 陈昊也在一旁附和, 就是, 嫂子你这么能这么物质你, 你们要是实在不能过就离婚吧, 欣欣认识不少人, 都是大美女, 我哥不缺对象的。 陈伟一脸得意, 上次弟媳的那个闺蜜还夸我年轻有为呢? 看着陈伟丑陋的嘴脸, 我头一次恨自己十年前眼瞎了, 离婚, 现在就走。 听到这句话, 陈伟眼里满是不可置信, 为了这点小事, 你就要跟我离婚。 婆婆也反应过来, 忙在一旁劝和, 见我一脸坚定, 她立刻躺倒地上打滚。 老天爷呀, 造孽呀, 我找了个什么大儿媳呀, 不让我大儿子帮着家里一点啊。 你这只下不了蛋的母鸡, 我跟你拼了。 说完她觉得还是不够, 对着餐桌腿上就撞上去, 把餐桌都撞歪了。 两人儿子都劝不住自己的老母亲, 立刻把矛头对准了我, 陈伟腥红着眼睛, 林云, 跪下来给我妈道歉。 我掏出手机打电话, 弟呀, 我被陈伟家暴了, 多带点人过来, 今天我要让这一家人全送医院。 一家人欺负我一个, 算什么本事? 有本事, 两家人一起来PK啊。 结婚十年,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女生一定不能远嫁。 打完电话不到五分钟, 我四个弟弟带着四五十号人来到陈伟家里。 这个时候, 陈伟正逼着我跪下给他的老母亲道歉, 见到我弟, 立刻吸了气焰, 小舅子, 你们怎么来了? 婆婆这个时候也不躺地上祸悉泥了, 麻溜爬起来, 她弟呀, 快去倒茶。 我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, 吩咐道, 把他们几个都赶出去, 这是我邻家的房子。 他们的东西都扔出去, 等会儿带着陈伟去离婚。 这个房子确实是我一个人买的, 当时刚毕业, 陈伟眼高手低, 找不到工作, 是我自己努力挣钱买的房, 得亏当时没有结婚, 不然我的心血也变成了婚内财产。 我弟听到我的话, 立刻开始行动。 陈伟跟在后面讨好道, 弟弟我跟你姐就是闹着玩呢。 我翻了个白眼, 刚才你还说我是外人呢? 这不是你弟, 站在美女旁边的才是你弟。 说完我又转头看向那个叫欣欣的女孩, 你也不用得意, 陈伟给你们的都是我们的婚内财产, 我都是会追回的, 你也应该, 也看出来了陈伟是什么货色, 你觉得她地能是什么好东西。 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, 听到房子不是自己的消息之后, 立刻转动眼珠子, 权衡利弊。 陈浩见她没有反应, 一脸得意地说, 嫂子, 你以为欣欣是你吗? 我们可是真心。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, 女孩就拎起包包, 分手吧。 陈浩, 没有那个房子, 你连十八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。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, 这个家庭就支离破碎。 婆婆受不了这种刺激, 尖叫道, 林云你这个贱人, 都是因为你。 她不敢对我怎么样, 毕竟我弟弟带着那么多人在这里呢。 陈伟上前对她耳语了一番, 婆婆立刻眉开眼笑, 也顾不上我在扔他们东西了, 得意洋洋地说, 哼, 我就知道你这个没福气的会影响我们老陈家。 这样的话让我有些怀疑, 陈伟到底对她说了什么? 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个问题的好时机, 陈伟转移婚内财产, 现在离婚我就不好追回了。 见我不说话, 陈伟着急地说, 不是说要离婚的吗? 怎么不动了? 这话一出, 我更加怀疑了。 你转移的婚内财产太多, 我要起诉离婚才行, 不然你只能原价赔给我。 陈伟咬咬牙, 算你狠, 你想要多少? 丑话说, 在前面, 公司不可能是你的。 当初创建公司的时候, 陈伟是以个人名义建的, 但是这也算是婚内财产, 外行人以为这个公司蒸蒸日上, 只有我知道, 里面乌烟瘴气, 破产是必然的, 更何况还有陈伟时不时想办法从账上转点钱出来。 还好我每次进出公司都带着录音笔, 不然这件事到最后还真的没法解释。 我在心里大概算了算, 婚内财产我们平分, 你至少得给我八十万, 如果你是出轨了的话, 就得净身出户了。 见我这么说, 陈伟立刻破房了, 谁出轨了? 谁出轨了? 他那么激动, 我内心有了大致的猜想, 不做亏心事, 不怕鬼敲门, 你赶紧滚, 把钱打到我账上。 陈家一家人窝囊费走了之后, 我就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在结婚时将我的利益最大化。 陈伟走后还不忘打电话挑衅我, 林云, 你这个贱人就是跟我离婚也讨不到好处, 我看你就是脑子坏了。 我淡定来了一句, 弟弟, 带着人去把陈伟老家砸了。 听到这句话, 陈伟立刻没了声音, 不等我开口就挂断了电话。 我立刻花重金聘请私家侦探查陈伟动向。 离婚财产平分我只能得到八十万, 但是陈伟出轨的话就不一定了。 做完这一切, 我立刻去陈伟公司把我在他公司的职务辞了。 幸亏当时陈伟房着我没让我做财务, 不然麻烦会更多。 俗话说, 一分价钱一分货, 重金聘请的侦探在第二天下午, 就拿到了陈伟出轨的证据。 我就说, 当时婆婆怎么不说话了? 原来陈伟养在外面的三怀孕了。 我又一次带上我弟去公司找了陈伟, 把侦探拍下的照片直接摊在桌子上。 你出轨了, 按照规矩, 你得净身出户, 我们的婚内财产一共一百五十万左右。 陈伟看了一眼照片, 冲我吼道, 你跟踪我, 我要告你侵犯隐私。 我不紧不慢地看着目自欲裂的陈伟, 我刚才去看了你养在外面的妹妹, 见到我, 我还没说话呢, 她就自己主动承认跟你的关系, 想挑衅我呢, 没想到正中我下怀。 哦, 对了, 她知道我录音之后故意说的, 估计就是想让你早点离婚娶她呢。 三的承认比什么证据都管用。 你要是能生孩子, 我会去找别人吗? 陈伟像一个疯子在办公室里大吼, 她不懂公司的营运之道, 但每次都喜欢在办公室里装模作样, 就是为了炫耀她的老板身份。 今天婆婆也在公司, 见到陈伟发疯, 立刻也不顾形象地躺在地上耍无赖。 天杀的, 我儿媳生不了孩子, 还不想让我儿子有个孩子啊。 办公室并不隔音, 外面围着一圈人都好笑地看着这对母子。 我讽刺地说, 哎呀, 婆婆, 你可别嚎了, 现在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, 你儿子出轨了。 陈伟也反应过来, 朝自己的老母亲大喊, 闭嘴,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? 我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人, 别打岔, 你是要直接给钱, 还是走离婚诉讼。 陈伟犹豫了一下, 我现在没献钱, 这样吧, 我把老家的房子过户给你。 一百多万买个老房子, 确实不是一个值当的事, 但一想到陈伟老家房子的位置, 我就咽下嘴里的反驳。 那套房子现在最多只值五十万, 剩下的现金打到我卡上。 聊完财产分配事宜, 我就开始预约离婚。 陈伟似乎很高兴, 仿佛我走了他就占了便宜似的。 现在离婚还是有点麻烦的, 之间还有一个冷静期。 去领证的那天, 陈伟带着他的三儿笑咪咪来民政局门口, 我听说你妈病了。 关你什么事, 多管闲事。 陈伟得意地搂住三儿的腰, 哼, 确实不关我的事, 得亏我明智, 现在离婚了, 不然就被你拖累了。 方方, 得我离婚之后, 我们就离婚。 我微微一笑, 你说得对, 或许我们不该离婚, 你那么有钱, 给我妈花点也没什么。 前几天带着我妈去体检, 还真发现了一点小问题, 但是陈伟怎么知道的? 陈伟听了我的话, 立刻怒气冲冲地拉着我去领离婚证, 你想都别想, 我的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外人花的, 我公司的钱都是我的。 你也别想着, 离婚之后能从我这里分走公司财产, 那是我的。 刚出民政局, 钱婆婆也赶来凑热闹了。 哟, 小贱人跟我儿子离婚了, 赶紧回去照顾你那个老不死的娘吧, 前几天在医院见到就是一脸晦气, 别把梅韵传给我未来大孙子了。 钱婆婆有点得意忘形了, 对我出言不逊, 我脾气一向暴躁, 直接甩出一巴掌到她脸上, 你在这样诅咒我吗? 我能让你把医保刷欠费。 钱婆婆一脸委屈地看向自己的宝贝儿子, 奈何陈伟一心想着现在的女朋友, 根本顾不上她。 那个被称作方方的女人一脸娇羞地说, 老公, 你没有把公司给那个女人吧? 陈伟拍拍胸脯, 怎么可能, 我只是给了她婚内的财产, 还有老家的破房子, 至于公司这种经济来源, 我怎么可能会给她? 那就好, 女人甜甜一笑, 顺势倒在陈伟怀里, 朝我露出挑衅的笑。 你知不知道, 你公司资金链断了, 要是不能从银行贷款, 只能宣布破产了。 我好心提醒了陈伟。 陈伟根本不相信, 朝我怒吼, 你这个乌鸦嘴说什么呢? 信不信我把你嘴撕了? 看得出来, 陈伟确实不适合开公司。 我耸耸肩, 你把我嘴撕了也没用。 你从公司非法转移那么多财产, 公司账上没钱了。 还有, 我已经把你举报了。 趁着陈伟还没反应过来, 我不忘补充一句, 对了, 看看你女朋友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, 体检的时候, 医生说你生不了孩子。 这句话戳到一个男人的自尊, 他怒吼着朝我冲过来。 婚见的时候, 我就知道陈伟以后不可能有孩子, 当时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我问, 老公, 我要是生不了孩子怎么办? 陈伟当时笑得还挺开心, 没事, 我不在乎有没有孩子。 见他不在乎, 我也没有把实情告诉他, 没想到如今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。 前婆婆大概是想到了什么, 立刻冲过来想打我。 死丫头, 你胡说什么? 这巴掌到底没能落到我的脸上。 我知道今天会有那么一出, 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来? 我弟捏住前婆婆的手腕, 我姐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。 我捂住嘴嘲笑的, 我看哪,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看看怎么应付税务局的检查, 然后才能看你是不是被绿了。 陈伟恶狠狠地看着我, 随后猝不及防地扇了自己女朋友一巴掌, 说, 孩子是谁的? 他女朋友一口咬定就是他的, 死活也不肯承认, 眼泪哗哗的, 看着实在让人心疼。 我在一旁扇风点火, 怎么可能? 陈伟, 你妈亲口对你弟说你不能生小孩, 让他多生几个以后继承你家产呢。 这还是我上个月听到, 起初我以为只是两人在开玩笑, 现在看到一家人的嘴脸之后终于明白, 这说的就是心里话。 民政局门口几人闹得沸沸扬扬, 来办事的人都不进去了, 站在门口看这对情侣互私。 因为跟陈伟离了婚, 我心情大好, 中午吃饭都香了。 下午去医院陪妈妈的时候, 我妈突然说, 云云, 你得再找一个男人才行, 不然以后怎么办? 我不认同这句话, 站在病床前面跟他讲道理, 妈妈, 女人的一生并不是要结婚才活得精彩, 以我的能力, 要是没有跟陈伟结婚, 现在一定混得很好。 你老了怎么办? 怎么? 结婚就能长生不老吗? 我有四个弟弟的, 一人给我一口饭我都饿不死。 第二天, 我就接到电话, 让我去陈伟公司一趟, 税务局的人来了, 陈伟举报我说转移财产是我做的。 公司里的人都是一脸严肃, 一看见我来了, 陈伟就指着我大喊, 就是他, 全是他指使的。 穿着行政夹克的一裙, 站在我面前, 女士, 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。 当了那么多年财务, 我要是没点手段, 还真不敢乱说。 没等陈伟反应过来, 我直接掏出一个优盘, 问吧, 我不怕, 这是这些年, 我在公司的所有录音, 这些足够证明, 我是清白的。 在陈伟公司我浪费了不少时间, 税务局的人走了之后, 陈伟一脸哀怨地盯着我, 都怪你, 没事你干嘛举报我。 我微微一笑, 看来陈伟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公司要破产了。 好言难劝该死的人, 不举报你以后被发现了我就是包庇, 反正咱俩现在也没关系了, 怎么样, 方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? 陈伟沉下脸, 你明知道方方的孩子不是我的, 为什么还要跟我离婚? 有的时候, 我真的读不懂男人的脑回路。 不管你有没有出轨, 孩子是不是你的, 这婚都是离定了的。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, 陈伟有些愣神了。 不得不说, 没有男人的束缚是真的很自由, 我很快就变卖了原来的房产, 开了一家公司。 偶尔会在生意场上看到陈伟, 有的时候, 我真的很佩服他, 都没钱了, 还能撑那么久。 两个月之后, 陈伟过户给我的那套房产, 要被拆迁了做机场了。 听到这个消息, 沉寂许久的陈伟立刻给我打电话, 林云, 把我的房子还给我。 我冷笑, 什么你的房子? 你哪来的房子? 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, 就是我的房子。 陈伟这个时候, 后悔得差点把舌头给咬掉了, 你要多少钱, 才肯把我家还给我。 他一个即将破产的小老板, 哪里有别人给得多? 见我不同意, 陈伟立刻在电话里面威胁我。 林云, 你给我等着, 你再不把房子还给我打死你。 我相信, 胆小懦弱的陈伟没有这个胆子。 第二天, 我就在我妈家门口看到了陈伟, 她不知道我住在哪里, 要找也只能找到我妈家。 这时她正跪在地上求我妈。 妈, 我知道错了, 你让云云回来吧。 围观的人非常多, 陈伟身上也不再穿金带银了, 连衣服都廉价极了, 三个月之前, 她还全身名牌, 戴着大金戒指像爆发户一样, 给弟弟买房呢。 听之前的朋友说, 陈伟没多久就破产了, 于是她就找各种方式借钱, 把自己之前的东西都拿出去卖了, 现在估计天天被讨债的人摧残了, 才会想着我还有点小钱。 我站在我妈后面倾笑一声, 陈伟立刻说, 云云, 我错了, 我不该打你,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? 我把公司都给你, 把公司都给我, 让我继承她一屁股欠债吗? 不了, 你看看你自己, 说来认错一点诚意也没有, 我看你就是为了我手上的房子吧。 陈伟脸色苍白的笑笑, 怎么可能? 云云, 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 看来我不在, 她的公司已经不行了, 找我回去当替罪羊。 谁答应她, 谁是傻子? 陈伟求我无果之后, 性性离去, 我没有忽略她眼中的那一抹狠力。 果然, 当天晚上, 我就在网上刷到了陈伟在网上声泪俱下的控诉, 说我婚内出轨, 还想办法抢走了自己家中唯一的老房子。 我没有坐以待毙, 当天晚上就联系了公关团队处理这件事。 第二天, 陈伟妈妈一早就在我妈家面前扯横幅闹了。 老天爷啊, 这个死女人把我家产都拿走啊。 我家儿子现在也没有地方住, 还天天被追债的人赌啊。 大家都来看看呢, 就是凌云这个贱人啊。 没有天理啊。 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, 没想到陈伟会给我拉一坨大的, 让自己的老母亲到我家门口闹事。 围观的人还真不少, 这个时候都在议论, 当初看陈伟那么有钱,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正规渠道来的。 没想到这钱来得那么肮脏。 钱婆婆听到这些议论, 哭得更加来劲了。 你们不知道啊, 陈伟背着我儿子出轨, 跟有钱人睡觉。 我推开门走了出来, 阿姨, 你知不知道造谣是犯法的? 我已经录下证据报警了。 说完我也没有闲着, 反而把当初拍到陈伟出轨的照片分散给众人。 大家都看好了呀, 就是这个女人, 她儿子婚内出轨, 未婚女性擦亮眼睛啊。 比起没有证据的指认, 照片更有说服力。 当然, 我也没有放过她, 警察来了之后, 我就告她非法闹事造谣, 跟着一起去录了口供。 回到家我就收拾了东西, 带我妈出去旅游了。 不然接下来这段时间, 陈伟还不知道要怎么找我麻烦呢? 听说陈伟现在至少欠五十万, 离婚之后, 她就开始纸醉金迷, 没有半点当老板的样子。 不久我就接到陈伟电话, 你去哪里了? 我不耐, 带我妈去旅游了。 陈伟似乎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答案, 恼怒地说, 你为什么要去旅游? 你不知道我现在公司需要打理, 你为什么去旅游? 给我回来。 我觉得莫名其妙, 管你什么事, 就算我是你的妻子你也管不到这个, 何况我们已经离婚了。 我恨不得自戳双目, 当时看上她是觉得她上进聪明, 婚后她没工作我也忍了, 眼高手低开了公司不会管, 还是我帮忙擦屁股。 男人在结婚之前永远是戴着面具的。 陈伟也不是真的爱我, 她现在只是没钱才来找我而已。 老婆我错了, 你回来好不好? 我们复婚, 谁要跟她复婚? 我现在一看到她那副丑恶的嘴脸, 就觉得恶心。 行啊, 我考虑一下, 但是你这样也太没诚意了吧。 陈伟立马会议, 给我转了一万块钱, 我现在没什么钱, 这是我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。 我冷冷地听着这句话, 想到了那两个金包银的手镯, 那也是陈伟最大的诚意了, 都一样是假的。 带着我妈在外面玩了一个月, 我才回去。 回去的前一天, 陈伟打电话, 朝我借钱。 云云啊, 反正我们最后都是要在一起的。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, 可以不可以借我五十万, 反正你嫁过来是啊, 不是一样要还。 我气笑了, 那我当傻子哄啊。 既然嫁到你家要还债, 我不嫁了, 现在没钱。 陈伟不耐烦了, 不嫁。 上次不是说好了你回来就复婚。 我不耐, 我是说我考虑考虑。 你耳朵里塞驴毛了。 挂了电话之后, 我就直接拉黑陈伟。 回到家之后, 陈伟妈妈又来了, 这次是跪下朝我借钱。 云云那你之前在我们家, 我们也没有亏待你, 现在陈伟欠了一屁股债, 你借点钱给我吧。 陈伟现在被人打进医院了, 看在以前的夫妻情分是你也要帮帮忙啊。 听说陈伟被人打进医院, 我立刻来劲了, 走, 看看去。 一进病房, 我就听到陈伟的谩骂声, 那个死婊子, 拿了我的钱还想跑, 老子就是死了也要了拉他垫背。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我, 纷纷点头称事, 前婆婆看了一眼我的脸色, 确定我没有反应之后才带着我进病房。 陈伟本事不大, 却矫情地不行, 以前生病了他一定要住VIP病房, 现在离婚了普通病房不也照样住着。 见我进来, 病房里的人都不吭声了。 陈伟立刻患上了讨好的嘴脸, 云云, 云云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的。 我甩开他的手, 哦,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的熊样而已, 至于复婚嘛, 想都不要想, 那套房子嘛, 已经拆了, 钱我打到我弟卡上了, 他们都要结婚了, 我这个当姐姐的不得表示表示。 陈伟瞪大眼睛, 四百万你都给外人了。 我皱眉, 什么外人, 这是我弟弟, 怎么, 就你能补贴你弟弟, 我就不能补贴我弟弟了, 更何况房子是我的, 我一个人的。 陈伟眼珠子一转, 云云, 我知道你的公司现在发展很好, 你一定有钱帮我还欠款是不是, 只要你帮我还, 我立马和你复婚。 哼, 看来他还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陈伟, 怎么, 我帮你还款, 还要和你结婚, 天下坏事都让我做尽了。 不过, 你弟还没有结婚吧? 我听说, 你之前帮他买了一套一百万的房子, 现在不就派上用场了? 钱婆婆立刻开口咒骂, 你这个小婊子就是不安好心, 光指使我大儿子做坏事。 说完他转头劝陈伟, 儿子你听妈的, 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鬼话, 你不能生育, 你弟弟以后是要给老陈家传宗接代的, 没有房子, 他怎么娶媳妇? 我淡定地添上了一句, 阿姨, 你这话就不对了, 你们是一家人, 陈伟现在没钱, 你们帮帮他又能怎样? 天天拉偏价, 他还是不是你儿子了? 陈伟虽然没有说话, 但是眼珠子转来转去, 以我对他的了解, 这个时候估计已经在想怎么拿到这个房子了。 我说完这句话就转头离开, 陈家的家事就让他们自行处理。 没有几天我就接到钱婆婆的电话, 林云你不得好死。 原来陈伟这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那套房子蓄意谋杀自己的亲弟弟, 但是他脑子不够用, 力气也不大, 被受了伤的陈浩直接压制住了。 最后的结果就是陈浩进了医院, 陈伟进了监狱。 我冷冷地对着这个钱婆婆说, 与其诅咒我还不如想想你下半辈子怎么活, 你要是好好教育这两人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下场, 偏心就不说了, 还天天窜多儿子出轨, 我不相信有天生的恶人, 直到遇到了你。 陈伟出轨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婆婆天天告诉陈伟, 哎呀, 男人嘛, 就是爱玩, 偷吃什么的都很正常。 前婆婆的婚姻不尽如人意, 不知道她出于什么思想, 竟然想毁了儿子的婚姻。 我没有继续想这些, 买了去美国的机票。 如果当时没有和陈伟结婚, 我就应该去留学了。 直到现在, 我才有时间去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。 只有将金钱和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上, 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 隔世为, 佛想医院,